高鐵的撥款是想跟你談兩句的 因為你是公務小組的成員 你自己會怎樣投票下個禮拜 意向會怎樣 高鐵其實是物流和交通業界 爭取了很久的一件事 所以我個人來說我是肯定支持的 而且工聯會物流及交通運輸行業委員會 也支持高鐵的興建 我們的建造業總工會 亦都是要求高鐵盡快上馬 增加就業的機會 所以在各方面的因素之下 我們應該是全力支持高鐵 那些造價那些會不會考慮 造價就因為我們不是行家 這個相信由專家去論證 但是我們都覺得高鐵本身是物有所值的 因為曾經陳文龍教授也說過 我們花幾百億去建造一條高鐵 但是接下去內地一個花幾萬億 興建的一個全國性的高鐵網 將來所得到的收益 是比現在我們的付出會大很多的 如果黃議員你發現 例如在公務小組內有同事 可能有利益衝突 或者有利益未申報 那會不會重新考慮過整件事 從長計議 看看是甚麼情況 因為現在還是假設性的問題 很難回答 是 剛才黃國英議員 即是你的老死 也有說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盡量申報便可以了 如果真的發現了他們 申報得不足夠 即是不夠清 不夠 即是不夠 即是不夠 那會不會監察著他們 會看實這些事 那立法會要做的事 本身就是監察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一切的事 在陽光之下 在一個合理的 和合程序之下進行 是啊 工聯會也幫我們監察他們 一定一定 好 多謝黃議員 謝謝